作曲 政治烹飞 丁曰 正式发表的文章 因为我也不完全按这个讲 简单讲回报要我自己的一点思想 就是好几个朋友都参与这个 一期读哈耶克了 这个网迎大姐这个活动 我觉得这个活动 无论如何这个活动是意义很重大的 但是尤其是卫生讲的 卫生讲的好多东西确实很扎实的 但是总体来说哈耶克不是圣经 我们不能再把它神圣化 哈耶克本身的理论体系没成立 没有很完整地完善起来 我本人一直这样认为 而且他用经济学的一个眼光来去解释 这些是整体上解释不通的 但是有些东西历史证验证的哈耶克的洞见 但是他对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结构 它的动见 它的颠覆性 现在历史上已经证明它是正确的 但是从一个体系来说 他不是一个闯见体系的人 我们现在可以说 马克思是一个常见体系的 黑格尔是一个常见体系的 哈耶克不是一个常见体系的 但是它有洞见 仅仅从经济学来解释人类的整个文化 是远远不够的 我觉得 我就切入一个点 切入一个点 其实就是比较一下 这里面其实包括宗教 宗教和世俗 或者宗教和发制 这个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 它其实都可以比出来了 就是说我其实讲的 老字就是《道德经》的几句话 《道德经》的几句话 我们所谓我们的结局斗争 其实对接的就是这几句话 《道德经》 《老字道德经》77章 天之道 天之道 就是高着意志 下着举志 有余者寻志 不诸者补志 天之道熏忧欲而不足 人之道熏不足以风如雨 这个话是很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咋一看它多么有理由 天之道多么神圣 熏忧欲而不不足 实际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是当年1936年的时候 曹宇为了鼓吹解极斗争 写了个剧本叫《日出》 《日出》套了两 一方面套了老字的话 一方面套了《圣经》的话 所以《圣经》的旧约和新约里面 有好多东西 是不是现代文明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的是反文明的 它刚好也和中国古代的老字道德经是可以对接的 但是这些东西对接起来很恐怖 很恐怖 这是曹宇的几颗照片 这是《日出》的演出 这个《日出》我也不详细说了 就简单来说 《日出》这个故事 稍微读一点文学诗 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 《日出》是一个女中文工叫陈白露 陈白露又漂亮又美丽 这个女学生 女学生呢 她父亲 父亲在世的时候供她赌书 然后父亲突然去世了 她就没书可赌了 没钱了 没钱了就帮了个大款 是大风银行的经理 潘月亭就被包养 包养在一个大旅館 这个曹宇对他的评价 就是放荡堕落发疯的生活 这是曹宇的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最后 最后曹宇有个自传人物 其实就是曹宇自己 方大生其实只有曹宇自己 曹宇后来就说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想法 想了一个黄金天堂 就是工人阶级代表 指引了一个黄金天堂 这个黄金天堂就是 《日出》东来满天大红 其实这八个字 你一听再验 剩下就是东方红 就是东方红的另一个版本 就是要有个大旧型 东方红 太阳神 有个大旧型 这个大旧型来干嘛呢 就是搞一个这样的 天之道 熏游于二不不诛的 阳光天堂 这个不是没有阳安 没有共产党 中国读书人也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想的 他也要解极斗争 他要追求一个 老字式的黄金天堂 就是熏游于二不不诛 然后这个方大生 最后黄金天堂是怎么搞出来的 就是有一个财神 金八 他是财神 他是雷公 他替天行道 他替天行道 他把所有的人都搞了一个天前罚罪 把所有的人 有钱人和没钱人 都给 都给诛咒了 都给天前了 都给下地狱了 最后就送了一个方大生 去天堂了 那个天堂是和公认阶级 自营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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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 日出东来往天打红的东西 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 春天 这就是那个 熏游于二不不诛的一个天堂 这个天堂其实走的逻辑就是 春天里灭人欲 灭人欲 就是一个天前天罚 就是 就是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都熏不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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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熏不足 奉有余 让有钱人更有钱了 你坑害这个穷人了 你们都有罪 就天前天罚 然后 那个天 他们理想的天堂就是 熏游于而不不诛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 中国历来的 所谓 所谓文化里面 最正义道德 最有道德的一个 一个世界 一个黄金天堂 实际上 你懂了西方文明 懂了哈耶克 你知道了现代文明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恐怖的 很恐怖 也是很邪恶的 就是说 简单说 就是三个模式里面 缺一个模式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中国传统的 他说中国传统社会是 熏 熏不足 亦奉有余 就是 总是坑害这个穷人 然后 然后让那个富人 更富 他说这个社会是很坏的 是现实社会 是不行的 有解极多重 然后他 他给你编一个社会 是 那个熏 熏有余 而补不足的社会 就是专门坑害这个富人 然后补这个穷人的社会 他觉得这个社会是黄金社会 这个社会其实比 比刚才那个社会更坏 比那个 熏不足 与奉有余的社会更坏 因为 因为中国农工社会 农工社会 大家都知道 农工社会 讲究的就是 小国寡敏 就是 自饥自足 他这个社会就是 就是一个蛋糕 他就专门跟你讲 怎么分着一个蛋糕 这个现代文明社会 不是这样 工商文明社会是 这个蛋糕有很多 我们再去 在这个蛋糕之外 我们再去 再去生产 再去创造更多的蛋糕 更多蛋糕干嘛呢 就是 真正的工商社会 真正的资本人社会 就是 奉有余 补不足 就是 就是让有余的人 就是 创造工商企业家 你尊重他 让他去创造 让他扩大再生产 让他去 让他去生产更多的面貌 生产更多的 提供更多的 拿税 更多的 那个 就业机会 然后这个蛋糕就 越来越多 蛋糕多了 你再去分蛋糕 没钱的人 不足的人 他有工作机会了 他也能 他也能 和那个 有钱人一样 有自己的日子过 就是中国 简单说 中国 中国人就是 从孔子来说 就是 不换 不换 不换贫 之换 换不均 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 他总是相当分人家的东西 就一个蛋糕 这么分 实际上是一个 现代文明 一个工商文明 最讲究的是 我这个蛋糕 放在这儿 我这个存量有了 我再去增量 我就搞更多的蛋糕 更多蛋糕 然后 然后大家再分 再分的时候 那你 你就 可以消灭这个 有余和不均的矛盾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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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饱饭的人 就可以有饭吃 有饭吃了 你这个社会 它虽然还有差别 还有有钱人和 没钱人 但是 没有人说是能 必须饿死 还是说 必须 必须穷的 没有出路 这才是工商文明 对 对这个 农工文明的一个超越 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文明 这才是真正的哈耶克 就是你 你 你总是从道章讲 总是有 有余的人 多么坑着个补足的人 一定要坑着 把有余的人给整了 一定要搞阶级斗争 一定要斗资产阶级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 我们一个企业 把老板给斗了 老板斗了 肯定是没饭吃 老板没饭吃 你 你这工人也没饭吃 真正有饭吃的话 就是 你把老板 让老板把企业做大 一个企业 几个企业 几十个企业 那你工人 你工人跟着老板 就一块儿就有饭吃了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粗鲁 所以中国社会 老子那个道德 那种道德 其实是没粗鲁的 其实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没有太复杂的 但是中国这个社会 就很奇怪 就是几千年的一个社会 从来没有解决 大家的温饱问题 世界上一直到我小时候 一直到七十年代 中国人都没有解决 温饱问题 我从小就饿肚子 就是你这个文化 你这个国家 你这个制度 从来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真正解决温饱问题 就是现代科技 和现代工商业 就是现代工商业 你把这个温饱问题解决 你这个科技发达了 工商企业发达了 你自然大家都有饭吃了 都有饭吃的时候 你有的人开包马 你有的人 七十年车 但是你七十年车的人 你不至于穷的 穷的吃不饱饭 穷的要饿死 你这个稍微 你才可以去 去慢慢地建设 你再调整 你这个拿税 拿税多了 你这个政权可以搞 福利制度 你才可以说 大家的贫富差距 慢慢地去 去减少 你这个 最基本的吃饭问题 都解决不了了 你再 不管你怎么搞 解决定 你怎么搞道德经 怎么道的 你其实都是不道的 因为你总是在坑人 你不是坑这一部分人 你坑那一部分人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到现在了 我们这个社会到现在了 再回头去讲国学 讲道德经 像黎明先生那样 老字是最文明的 这个西方文明 所有东西 老字都说过了 没有 你说孔子做么不好 可以 但是孔子和老字 都是一个时代的人 都是在一个基准上的 没有说孔子坏得不得了 老字都好得不得了了 老字最好 也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熏有余 二步不足 你寻到最后 日出里面 日出里面 给你们解决的是最好的 所谓的熏有余 不是单独熏有余了 他把潘月亭这些人 给添钱了 给打倒了 给打倒了 金爸爸 潘月亭这些人坑了 但是真正死的人 不是潘月亭 死的人就是 李时珍的小儿子 生病死了 那个小东西 当妓女了 当妓女不愿意 当有商调了 最后真正死的 还是穷人 真正死的 还是穷人 你误非是 那个银行家破产了 你用那个 道德上的东西 用那个熏有余 补补足 你补到最后 就是那个 富人和穷人一块消灭 一块倒霉 一块破产 就是你这个社会的 传统社会的 农工社会的一个出路 真正的出路就是工商业 工商业 城镇化 自由市场 而且然后就是 你鼓励科技发展 鼓励创新 我们中国几千年 都是不鼓励创新的 说到这儿 其实说一个很简单的 好多人 好多人去我们河南安阳 看那个 银商的大顶 银商的大顶 好多人看一遍 看西起都没看明白 其实你要知道 中国的清铜器时代 中国几乎没有清铜器时代 中国有清铜器的时候 清铜器不是作为生产力 不是去耕地了 也不是去搞工业 就是那个皇帝 银商皇帝 他把全国的铜矿给垄断了 然后把民间的铜矿都给没收了 没收了干嘛 就是造一个一个顶 顶里面干嘛呢 顶里面都是人头 你去加古文隐虚去看 顶里都是人头 人头干嘛呢 就是祭他们皇帝家的祖宗 用人头祭祖宗 你就看 我昨天很仔细地看 顶里面的人头牙口 都是非常齐的 他就专杀你这个 有反抗力的青壮年 然后把你民间社会 有创造力的 年轻力壮 他都给你杀了 就基于他们祖宗了 所谓的清铜器 就是这样当机适用了 它不是像西方文化 你有一些好的东西了 有科技发展了 有新的材料 去扩大生产力了 中国人从来不是这样的 包括他们有一个皇帝 皇帝用铜梨耕种的时候 即是那个农耕神的时候 那个梨非常瘦小 非常卫星 就是几条铜线去表演一下 但是他杀人头的时候 祭祂祖宗的时候 用到顶 我们去国家国家 现在还在 都是几吨几吨重的 他最重要的材料 硬东西 冷兵器 他都给你收缴了 他去做基事用了 就是用来镇压你的 就是让你民间没一点力量 没有 都是老老病残 你没办法反抗 然后你去 就是维稳 现在就是维稳体制 他把所有的 有生命力的东西 都给你扼杀了 这才是中国文化 自说到现在几千年 维持下来 就是这样维持的 不是他有生命力 就是他更邪恶 他更邪恶 他从来不发展工商业 他从来歧视 去世有创造业的歧视商人 他专门培养那个 儒教那些 四体不勤 五无不分那些人 就是你没有创造的 你读了书骗别人 然后你听过的话 你再去骗别人 就是一层一层的 就这样用 用能耕社会的等级制 来安排你这个社会 让你这个社会 维持一个朝代 又一个朝代 真正的现代文明 真正的现代文明就是工商文明 就是要 就是要 既要奉有余 又要补补足 首先必须奉有余 必须尊重资本家的创造 必须尊重工商企业的 科学家的发明创造 你这样 社会财富多了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有充分的余地 可以分配 可以让大家都富裕 或者说 没富裕的人至少也有饭吃 这样一个社会 才是我们需要尊重和捍卫的一个社会 这个有一个叫 有一个党 叫共产党 他要共产 他要坚持领导的党 那个社会 肯定不是我们 肯定不是文明的社会 也肯定不是我们要拥护的社会 只要吃打锅饭 只要消灭私有制 只要大家口袋里没钱 这个社会肯定是奴役制社会 因为你没钱了 你没有私有财产了 只有让他安排工作 他不给你安排工作 他不给你饭吃 你只有饿死 在这个社会 他让你说什么假话 你就要说什么假话 你作为我研究历史的人 四几年以后 我不管你这个人 以前干过什么 不管你是梁出名 还是张兰 还是黄炎培 四几年以后 你写的所有东西 我是不相信的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你连私有财产都没有了 那这个党 让你说什么假话 你就说什么假话 每一次运动都要整你 都要让你们带头 包括郭沫若 马英初这些人 都不是那样的 你四几年以前和四几年以后 完全是两个人 四几年以前 国民党时代 你是有房子 你是有财产 你可以随便找工作的 那个时候 你可以硬骨头 你可以说真话 四几年以后 你不可能说真话 你肯定是没说真话 你说真话 你马英初当不了校长 那个郭沫若也当不了 什么副委员长 就这么简单 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 四几年以后的 你说什么东西 除非有别的硬东西 来佐证 要不然我是不相信你的 现在实在是研究不好 看英文看得太吃力了 就是如果资本队社会 就是以自由出自私有财产 为基础的一个竞争机制 那么只有在这个社会里 民族才有可能 这都是原来哈耶克说过的 其实我这个书里面 其实从哈耶克里面 也不光哈耶克 包括西方的 从黑格尔一直到哈维尔 我看这些人的书 我归结了一个体系 一个简单的脉络 简单的脉络 就是说简单就是八个字 八个字 要扩展了就是十六个字 第一个要素 普世价值 或者是现代文明社会的 价值信仰体系 有人说只有基督教 信基督教的人才要信仰 我觉得我这个也是信仰 我信仰一个文明价值 难道不是信仰吗 我这个四个要素 主要就是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个人 自由永远是属于个人的 没有说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还有自由 自由就是个人的 所谓个人层级的自由自治 所以自由不是中国 我觉得自由这个词 当初翻译都不应该翻译成自由 就叫英语的 laborator就行了 用自由本身 中国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 想干什么又干什么 不承担任何责任 自我放纵 西方的自由 不是 西方的自由 首先是要承担责任 我承担一份责任 我享受一份权利 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 没有说你随心所欲 想干什么 自由肯定是有边界的 一个人呢 古罗马专门有一条法例 就是你们家的树就不能高过20吃 高过20吃了就影响到邻居家的 种的庄稼和邻居家的树荫了 你就不能挡人家的阳光 不能挡人家的 这才叫自由 你自由是有边界的 你自己的权利是有边界的 不能危害别人 这才叫自由 我们中国的自由到现在 一说自由化什么 你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是自由化 好像自由是一个很坏的东西一样 从西方老何是在化剧院做工作 我们研究戏剧的人 首先要研究古希拉戏剧 古希拉悲剧呢 黑格尔就说了一句话就盖过了 什么叫古希拉悲剧 就是表现自由的个人动作的实现 你这个人 你这个古希拉悲剧的主教 必须是自由的个人 所以自由的个人 就是担当责任的人 而且别人不能担当责任的人 你站出来担当了 你才是自由的个人 就是普罗米修斯 俄迪布斯王 都是这样的人 你这个国民没到那个素质 没到那个程度的 那我担当了 我做错的事 那最后我自己把眼睛砸瞎 我自己承担责任 包括后来的哈姆雷特 都是这样的 是我承担责任 我才是自由的人 不是我想干什么 我想整谁就整谁 我想有其实多少个太监 多少个宫女 我当皇帝才是自由 不是这样 西方自由完全和我们中国文化 是反着的 就是担当责任的人 为人类造福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自由自治 能限制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的人 给自己的权力化边界的人 才是自由的人 自由自治的人 他首先能把自己给治理了 管治了 他是自由的人 不是管别人的人 想干什么干什么的人 第二个因素在这 两个人之间 加一双方契约平等 所有的工商文明 就是从契约平等开始的 其实这个东西很常识的 我这一代的人就经过了 我是农村长大的 我从农村长大 我当了农村教师 我在那个村里走 谁都认识 谁都认识 我那个25岁没找对象 我邻居一个长辈 60多的就叫 江小姐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有什么病才不订婚 不结婚 就是这样一个农工社 农工社会 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 谁都知道谁的隐私 而且每个人 都以监督人家的隐私为光荣 他觉得这个是道德 他的道德就是监督你 不是他自己这么搞好 他监督你 他就是道德 一个工商社会 或者一个城市社会 最好的地方 我到北京来 人家告诉我 有什么幸福感 我说唯一的幸福感就是 我虽然穷 我今天当学生 我吃食堂 挺难吃的 我有一点是幸福的 就是我谁都不认识 你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江泽民时代 我江泽民又不认识 我可以看 别是你江泽民 你没办法我 我关清门来 就是我的天地 我和你不认识 我喜欢你了 我主动给你打交道 我们是朋友 我不喜欢你了 老子关清门来 你别惹 你别惹我 你惹我你就是犯罪 我不管你是谁 你警察 你也不能随便惹我 这就是陌生社会 陌生社会 当然讲的就是七月平等 你要给我做生意 你要给我合作 合作写书 那对不起 签合同 家喻双方 哪一条是你的 哪一条是我的 任何权力都可以量化 量化完了 大家都承担责任 你不承担责任了 那我可以告你去 有合同 这才是工商文明 农耕社会 农村哪有这个东西啊 哪有这个东西 一认识 我们这么好的朋友 大块吃肉 哪还有合同啊 你没合同之后 包括我们的温州 温州的现在的事情 就是由这个开始的 温州好多跑路的 都是原来 这要是我们温州人 这要温州人 我们都是熟人 你跑不到哪去 你就这样的人 你出国了 你也得回来 所以可以不签合同 你就借钱 借钱 最后跑路的都是这样的 你没合同 你真跑了还真没办法 所以我就温州文明 最大瓶颈就是 他还没有真正进入工商社会 没有完全的任何事情 大事小事都要签合同 没有合同意识 合同期限意识 还到现在都还没有健全 这两点 这两点做到了 才有这个什么民族社会 才有什么公民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公民 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人 谁要说自己是公民 我觉得你肯定是没想好 你怎么会是公民呢 你从来没有一人一票 你从来没有投过票 你怎么是公民 你投票全都没有 哪是公民 就你想当公民 没当上 只能说我想当公民 不是说我是公民 现在的中国人 中国大罗人说谁是公民 我觉得他肯定是 不懂什么是民族 不知道什么叫公民 我们肯定不是公民 没当过一天的公民 因为没有真正的选票 这个公民社会就是一人一票 就是全由命所赴 我们可以投票选举 任何公共的事情 都要大家选举 都要公共商议才叫民族 但是必须知道民族是公式 公式才能民族 私事是不可以民族的 比如说我们这些人 今天不可以说 我们今天投票 投完票 要把护月光家这个饭店给他充公了 这是不可以的 民族只能谈公事 不能谈私事 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有个漂亮美女 找个很丑的男人让他们结婚去 我们没权力 民族不可以决定别人的婚姻 不可以决定别人的财产 不可以供别人的产 共产 共产那个东西 邪恶就邪恶的 他用民族的方式 剥夺别人的私人财产 他约界了 民族的方式只能谈公事 不能剥夺别人的私人财产 不能干涉别人的契约自由 不能干涉人家合同 不能干涉个人的私权 这才叫民族 然后第四个在这 你前面三个条件都有了 你才有宪政 你才有宪政 所以宪政 大家懂历史的人都在 宪政是管皇帝的 不是反贪官的 现在所有的反贪官都是耍流氓 因为那个皇帝 那个习近平我们没管 我们都把习近平管了 那个反反贪官才是文明 现在的反腐败耍流氓 因为他没有权力反腐败 因为那个没限制 习近平的权力 我们没办法限制 习近平的权力没限制 他去反腐败 他去耍流氓 谁听他的话他就不反 谁不听他的话他就反 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动不动 看到反腐败反得多么好都狂欢 那说明你还愚蠢 那就是人家耍流氓 你没看出来 你其实你是耍的对象 人家打贪官的同时 零一波贪官就开始裁我们的房子了 就开始抢我们的企业了 就开始剥夺我们的私人权力 就开始判我们的微博 判我们的号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正的道理 现代文明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文明才是现代文明 就是你敢讲不敢讲 敢讲不敢讲 你看这个曹宜先生 曹宜先生追求那个东方 共产主义天堂东方红 追求那个薰酉鱼而补 就坑那个资本家 然后补这个工人阶级 其实也没补完 他自己就走到了四九年以后 他就神经病了 共产党把他吓得 几个运动下来 他就出神经病了 他就能 他服大量的药苗药 然后强迫性神经官能走 住了好多次协和医院 就是在国民党时期 那么有才华的 那个 一次次的在小说里面 天谦诅咒 要别人毁灭 要别人罚罪 就是你们这些都犯罪了 天诅地灭 最后没人管了 他也成了一个著名作业 最后他自己被天诅地灭 他自己变成神经病 就是 你看到传统文化 不管是老字孔字那些东西 你走不通的 走不通 农工社会的东西 在套在我们现代的工商社会 套不通的 你连有一个 加一双方 项目拼登的 奇缘意识 签合同的意识 都没有的社会 你怎么能 适用我们现在的 一个工商 我们有社会 有苹果手机了 有包马车了 甚至有高铁了 有航天飞机了 你还有那个东西 你约束不了这个 其实好多人还同情这个蒋介石 蒋介石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同情的 他的新生活运动就是 就是有儒教的三纲五常 就是一个党 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 来控制一个现代文明 他肯定要失败 他注定要失败 他坏坏不过 坏不过毛泽东 他好毫不过胡适 但是他 他心目中真正的敌人 是胡适 毛泽东比胡适 他知道胡适比毛泽东危害性都大 到了台湾他还说 胡适就是你们的新文化运动 把这个中国文化搞坏了 你中国文化就不好 怎么就搞坏了呀 你好好学习 人家美国人志愿你 志愿你 给你那么多钱 你不学人家的文明 你搞个新文化运动 人家美国人当然要抛弃你了 稍微有点正常的人都会抛弃你 你搞坏事 你又不会搞 你没像人家毛泽东 把二十四诗读明白了 人家会坏 会搞全书 你全书又不会搞 你肯定要 讲究时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是不行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常识 我觉得不难讲 不难讲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 就是你敢讲不敢讲 最简单的东西 敢不敢讲的一个东西 最后我就说几句话 我最近又写了篇文章 过几天我 因为是人家海外的约稿 我写了篇文章 标题叫 跟西纪零说几个不 但是我回来贴到播客上 我肯定 其实就几句话 我回头贴播客上 肯定要换一个名字了 换一个名字 其实也没太敏感 其实大家听听也没太敏感 其实七个步 第一个步就是 不要干涉 不要禁止言论自由 不要删帖封号 这最简单的嘛 谁都知道这个 第二个就是 不要区分小产权大产权 所有的私有财产都要保障 小产权大产权一律平等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三个就是 不要再坚持你所在的党的领导 没有任何党派可以坚持领导 第一个是不能再禁止信仰自由 就是不管是信宗教不信宗教都是一个自由 你没有权利用你所谓的主意来强迫 强迫大学生学两课 去同一边的思想 第五个大概就是 不要搞秘密金钱万家 你没有人大批准 没有公式 你想给谁送到钱 就送到钱 是不可以的 这是最简单的 你说出来也没犯法 我觉得我这个文章贴出来 他不好意思抓我 我没说什么你不好 你不应该说的 第七个我忘了 反正就大概就 我过几天就贴到博客上了 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么多 也没多少 其实这个真正的道理没多少 不需要写几本书几本书 你只要让我们说 很简单就能说明白 谢谢大家 就跟大家可以交流 打开我心松的眉眼 整片半河的书卷 走出迷光红纷的容颜 黑白照片 绳黄的色 落落多子轻盈的烟 多多多次轻易的梦 书写着孤独悠尘 新风花般随白花纹 打开风筝间的行件 高康低雨轻轻的风 怒容领某至春天 笑笑声处的幼稚伞 热血沸腾半冷烟 托将思绪自由的去 与男儿并肩 忍忍骄傲的眼神里 期待深情的温暖 只是不幸的步履中 断嘴如痴的可不远 灵过的世界 黄昏的晴天 挥之不去的一道风景线 新风花般随白花纹 打开风筝间的行件 高康低雨轻轻的风 怒容领某至春天 笑笑声处的幼稚伞 热血沸腾半冷烟 托将思绪自由的去 与男儿并肩 看人家劲轻轻轻的 在人家劲轻轻的夜神里 期待深情的温暖 只是不幸的步履中 断嘴如痴的可不远 与我的世界 红纷的晴天 挥之无趣的一道风惊鲜 此路红颜爱怨感伤 唯有明光纷摧残 渐行渐远的故事里 淡去历史的晨颜 有时它陷入 有时它刚强 它合乎自由 它仰天长得 它追求自由 用生命呐喊